阿沙陪你 娛樂歡笑人間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rn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早晨 今天我們挑選的VIP就是 Windy姐姐 阿姐 Lulu的姐姐 雖然我知道她經常都要上班 她兩姐妹不是經常都看直播 但當她們一得閒的時候 對呀 阿姐姐妹都在 兩個VIP Windy姐姐姐Lulu 因為她們倆都是密密支持 而且她上次因為來 就弄傷了腳 所以我們在這裡祝福兩位VVIP 希望她們可以 阿姐姐可以盡早好 多謝 Windy姐姐Lulu 好 一日叫名的朋友 請你們拿行李行上頭等 接受我們升級上頭等的服務 乘客AA Alice Amy Ancorp Beatrice Beatrice Christy Astalline Kakito Lisa Miu Monamona Pagalan Rose Ruby Berry Saiquan Susan Chan Jalulu Jewindy 十伊 阿表 還有給大家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behalf of San Airlines and my team Welcome aboard Flight YouTube 12312 Middle East To our Smart Travel YouTube channel members It's a pleasure to see you again My name is Sa Pang The Smart Travel YouTube channel speaker Our main topic today is to talk about The Prince of Middle Eas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Dubai Prince of Dubai 道拜王子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aking your journey a pleasant and comfortable one Please be kind and generous to tip me or join members of my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So sit back relax and leave comments May I please have your attention for the show time Thank you 好 早晨各位 今天就不如轉一下環境 因為我見到這個杜拜王子早前來香港做生意 失驚無神又沒有了 究竟香港現在是甚麼處境 但其實騙子就是這樣 越是知道你等錢花 其實香港現在很想開源節流 但是 他就在香港打算拿5億來做生意 失驚無神又走了 但是有後續 幸好 究竟香港在這件事裡面有沒有損失 還有有沒有一些疏忽 我們一起看看 好 多謝 進來記得幫我留言分享 點贊 訂閱 從幾個月之前 大約2月 還有新年期間 美斯就來香港表演足球 但是有少少詐騙的成份 因為明明說會落場表演 然後又說自己不舒服 我覺得現在香港 在把關方面 那些品價審查 可能因為他們一說 好像說美斯 他的足球 整個足球隊都是碧咸 和美斯比較多人認識 其他一些都是卡拉蘇 沒有太多人認識 希望政府方面 可能日後簡選 和談過條約方面 其實就是TEDLA他們 和他談過條件 但是現在 退票之後 那些人都收聲 然後就輪到 這個 杜拜王子 我本身在航空公司 我是serve過一些皇室人員 多多去過中東 無數多次 多多少少知道他們的文化 那我藉著這個人物 這個事故 和大家一起分享 關於杜拜王子 為甚麼 究竟他是不是魯遷呢 因為他五月還有後續 另外呢 我看了中東王朝之後 我發現原來 因為現在是九魂 中旅的世界 之後那幾條片 我就會講一下 譬如約旦 伊朗這些 都會講一下他們 那個地方的皇后 為甚麼呢 為甚麼和這個九魂有關呢 因為呢 如果你想加入一個有錢人的 其實呢 皇室呢 就是這個浩門的升級版來的 那你可以由那些名女人 他們所作所為 那就是國王 不要說富豪 國王比富豪更加有權有勢 有錢 那他們這些男人 身邊的女人究竟是 甚麼處事態度的呢 有甚麼條件去加入 浩門甚至乎皇室呢 你不要以為天荒夜譚旺 我們研究過好幾個的皇后呢 他們都是平民百姓 譬如好像大安娜 又或者是凱特 都是平民百姓 這樣 入了這個 國王的圈 皇室的圈子 那我以前在航空公司呢 的確呢 也都是有些 空姐的同事呢 就是聽回來 我本身不認識他們的人 皇室 即是空姐去加入皇室 平民是有機會加入皇室的 但就算不是你 沒有想著要加入皇室的話 其實呢 聽一下這些皇后呢 他們的事跡 行事啊 或者代行處世 去祭遇啊 有一個難民 有一個監等的女 可以做到他的皇后的 當中是經歷了些甚麼呢 好了 歡迎你來到YouTube頻道Smart Travel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Sapang 好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那段時間呢 有一個人的名字呢 就叫做阿里阿拉馬克圖姆 由長殿下的 他的兒子就叫做杜拜王子 就到訪香港的 一直就直接招來一個大招 就是說呢 我要在香港投資5億美金 成立辦公室這樣 當時呢 也有鋪天蓋地有些新聞報道出來 這個 初頭 Oh My God 這樣 好 財經新聞 這個是來自香港01個Thumbnail 他的Title是寫 《杜拜王子來香港設5億美金的家族辦公室的》 有意投資香港的初創建築公司 還有人工智能AI 好 接著呢 就怎樣呢 讓我調校那個公仔 更加光一點 這個 好了 然後呢 你就見到王子殿下 表示他自己呢 希望投資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就是現在全球的大趨勢 即是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還有建築 還有電動車 全部都是 旅遊 金融科技 等等的領域 聽來好像很吸引 你知道 我不是說他 不過如果騙子 就是知道你等錢花 譬如那些人找工作 接著就立了一個網頁 就是聘請 接著可能叫你去做一件事應徵 接著叫你入很多錢 其他戶口 那要搭雞棚呢 即是那個雞棚要靚先 那當時訪問之中呢 就是過去12月的時候來到香港探訪的 探訪完之後呢 他就決定了設立這間家族辦公室 是第一個在海外的據點來的 下腳地 如果順利創辦的話 就是杜拜王室在海外設立第一個家族辦公室 那在香港呢 聽起來呢 嘩正啊 厲害啊 真是吐氣揚眉 那現在呢 正在香港打造全球辦公室中心的時候 即是開源折留的 那又是投資移民 計劃發佈 香港呢 全力去搶人才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呢 來了一個杜拜王子了 嘩真是 那一來呢 就說自己要轉五個億 那香港呢 就屬於呢 好像一個 就是很需要 一切都好像配合上 那樣啊 我現在 這麼需要一些生意 來到海外 投資在香港 正正合意 那樣 那媒體的消息一出呢 哇 鋪天蓋地這樣宣傳 非常之興奮 啊 可能連帶到我們家公司都有利 那樣 那好了 之後呢 也都呢 他的家族 馬克圖姆家族 這個 那他就代表著呢 杜拜 代表著阿聯酋 阿聯酋 的 那也都是代表中東那些 那些呢 啊 外團家族呢 那個助力呢 啊 來到香港 那樣 這件事呢 如果辦得圓滿的話呢 就成為了 香港去 再 受到全球的資本落腳關注 那一個供點 那一個供典 的效力在呢 因為始終香港是個很小地方 然後呢 香港的各名各界的名流 開始很激動了 啊 給了這位的杜拜王子 一個很高規格的接待 在3月26日, 行政长官李家超以高规格接待阿里王子 到3月20日, 玉泽香光论坛邀请了阿里王子作为发言人嘉宾 先给一些照片 跟我招呼他, 你不要代博他, 意思 你看看, 这个玉泽香光的慈善机构 慈善基金那些 原本他3月28日在香港被他的家族办公室开张 结果在27日晚上, 王子殿下急急回到杜拜 不能够说不持疑别的, 但可以说都几急, 滚水六脚 不可以说不持疑别, 但是滚水六脚 大家都很困惑, 你说花5亿美金在香港开公司 有没有仪欺说走就走呢, 留下香港人独自在这里 他是不是来的, 我在等他, 开了茶 十几壶茶开张桌在这里, 最贵的这里 然后王子说什么呢, 隔空就传华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5月就来的啦, 我5月 上一个说这句话的人, 远在美国做居 永远就说下星期我来的啦, 下星期我来的啦 那个叫做贾耀廷的, 带着一个疑惑的香港人 就开始将这个杜拜王子起底啦 谁知迎来一个结果就是类似周星馳的搞笑结果 哈哈哈哈哈哈 原来他的身份是什么呢, 在这个 菲律宾那里做歌手的, 唱歌仔那一首啦 因为杜拜呢, 说真的, 你不要说他给杜拜王子做歌手 这些抛头露面的东西, 基本上王室家族就不太赞 不要说这个杜拜王子, 王子身份真的做歌手 他在菲律宾还叫阿尼拉的, 阿尼拉 他在菲律宾唱歌啦 那你甚至乎有钱人不太喜欢子女做空姐 或者空中少爷的, 因为有头有面啊, 大哥 好, 是不是先啦 那我又再看一下他, 透过人面识别的技术 就确定了这位阿尼王子, 是一名叫做阿尼拉的歌手 类似度是100%的 根据阿尼拉, 在这个网上采访的视频之中 他说自己的父母是纯正的杜拜人 就没有这个菲律宾血统的, 因为他在菲律宾都有做歌手的嘛 为什么, 如果他真是王子的, 如果他为兴趣 为什么他不在这个中东有空唱歌呢 甚至乎一个马云, 自己这么有钱 他都开场show, 给自己公司的柴仔 全部都是, 啊好听啊老闆他这样, 就不会走去 抛头露面都不止, 还要去到这个这么穷的国家菲律宾 好了, 因为他说喜欢菲律宾人的善良和热心 那我知道, 菲律宾人是善心的 但是也有很多骗子 好了, 所以他说唱菲律宾歌曲, 啊 由演讲的语调, 和英文的口音 Yes, Good afternoon,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和阿尼王子完全是同一关 好了, 目前阿尼拉的歌手网站 分别是有Instagram、Facebook、YouTube、TikTok、首页 已经全部没办法存取了, 全部和他删出去 咦, 你怎么走到这样, 滚水六脚 坐下来喝杯茶吃个包呢 哇, 连那些网页全部公开的媒体都删了 好了, 这个时候, 登登登登登, 香港有一个媒体 你说找西方的资讯的话, Piece of cake 那个就是南华早报 也引述了两个消息的来源证实 这位阿尼王子, 是一位歌手阿尼拉 100%, 101%, 即101%, 绝对无误的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两张照片, 相似度, 相当之高的 那这个呢, 就是他的歌 他做歌手了, Take flight, 阿尼拉, 唱歌 我只知道, 小时, 都有一个歌手 另外有一张照片, 又是到这里了 然后, 这位杜拜王子, 然后, 媒体继续挖心下去了 就发现了这个事件并不简单,这个人相当有可疑 根据阿里王子办公室的官网显示 他的办公室的地址,看一下他的地址在哪里读 这个地址根据一个媒体的说法 这个王子的办公室并不是在杜拜的富人区 如果你说赵世珍那么有钱,因为他的办公室办公大楼多数都是金环国金钟 A级写字楼的地段 这位Liva的办公室不在杜拜金融区,而是中产阶级的住宅区 把办公室放在住宅区,他会不会在家里,HOME OFFICE 不得而知,甚至他们非常缺德地弄了个图 一个传媒弄了个图,那个图是怎样呢? 好了,这里就写了个图 办公室就是杜拜王子的图的住宅柜 不知道是不是好像沙片那样,就在我家里搭几个麦子 整个简楼的灯光照着 好了,来市中心的车程是29公里 杜拜王子的办公室位置在这里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里搭个棚,有张写字桌在沙漠里 哎呀,什么吹到? 你不愿意找个帐篷,遮住那里很大风,吹到沙漠入了眼 好了,另外这里是这样的,杜拜金融中心是这样的,无样的 但是杜拜王子,我去过东东非常多次的 你说这些通常的金融中心,那些大厦看上去,差不多全世界 说那些建筑就是so grand,so glamorous的 我告诉你,真的很金碧辉煌的,如果杜拜那个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他在这里,真是找一只野狗见一下都没有,人烟比较稀疏的 那无端端,还要这个人踩的单车,到时如果特首真的和他一起搞生意的话 可能政府官员安排一个比较漂亮一点的单车,叹千的行不行 轻轻一点,不用自己拿上拿下,有留待 好了,Ladies and gentlemen,我们继续看 根据Google的地图,这个杜拜王子,Alevar,再放大一点这个图 街景就是这样的,不是说一块布天下就是最富贵的吗? 意思是说,不是说中东那些人是最富贵的吗? 当然不是啦,你说中东有没有穷人?当然是有啦 那他又未至于穷的,那你说他是不是堕拜王子呢? 继续看下去了,好了,你看到这条路,那些路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说金融区那些,那些大厦真的吓死你了 我以前也拍过中东的,我稍后做完这条片 我才找回中东的所谓金融中心给你看看 因为我以前也拍了影片的 那这些绝对说不上什么中东的金融中心 顶多可能有个水喉的,你要找个水喉 或者,怎么说呢? 哇,真的,不要说是柬楼,又不是贫民区 好了,OK,那这里呢,他说,这个怎样的 王子的办公室的地点,设计在这个类似乎的地方 你说如果赵世珍的写字呢,会不会比较香 不好意思,我不是特意说屯门很远,我不熟悉的 但他不会,赵世珍那些不会去到偏远 屯门,袁朗那些这样的嘛 现在的情况就差不多 现在的情况就差不多 是的,现在很好笑了,继续了 好了,他呢,跟着呢,顺藤摸瓜 一路不断抄下去,发现了王子身边呢 还有那些乌龙,凤磋,各个都不简单 他说,比如说,这个王子的家族办公室呢 的国际关系,总监就叫William Tan William Tan不是William Hong William Hong他刚刚才离婚,娶了老婆的 我想他暂时都没有空,他有空洞房 那就先删多一件 好了,我们一起看一下 那个所谓的总监 他国际关系的总监 Dr.William Tan OK,这个 好了,这个 接着呢,就怎样呢 William Tan This is Dr.William Tan 他就在Horizona University Horizona University 你看一下 我真的说,这个十大名校的话 我好像没有什么听过 这个 他,William Tan 他本人呢,就有这个博士 蓝头,就叫做Doctor 是吧,来自法国的Horizona University 颁发了印度 科技创新和部署的荣誉博士 然后呢,就经过调查之后 这个Horizona University 曾经也都被媒体报告 为之野鸡大学 王子在香港设立的公司办公室 有两名的负责人 那他们的底也都不单纯 一个就名为 网络的虚拟货币的专家 一个就是 失信公司的代表 其实呢,我自己就照读的 在网络上面的 不关我事的 我照读的 OK 那他呢 杜拜公司王子 在香港办公室 有两个高层的 副主席呢 就是这个麦 哇,这么深的名字 麦小姐 连萧生都不敢读她的名字 只叫她麦小姐 我跟回麦小姐 中堂空帖的 你有没有听过 列为失信公司 Oh my god 列为失信公司 另外就是 另一位的 執行董事 就是 这个是程章和的 经营虚拟货币平台 遭到美政监 警告 Oh my god 那都 特首呢 已经 可能 拿着一个发烧药了 找些冰敷头 很多次 哎呀 他说 还有之前 根据 南华早报 就是香港 中东经贸协会的 创会会长沈辉龙 负责这次的穿针引线 根据明报 在3月21日 正职专栏 说的是李先生 李先生说 这位杜拜王子来香港投资 由香港中东经贸协会的创会会长沈运龙 负负穿针引线 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招呼了王子到访 他的公司里面的私人博物馆 其后切晚招待 又邀请了立法会的议员周浩鼎 王英豪 以及中堂空铁国际业务的总监 麦小姐 本身有家族办公室的经验 麦小姐邀请了王子 带着5亿美金 有没有见到 应该不会带支票 不只是带着这个咸头 说他是来自杜拜的 他在香港开始的公司办公室 麦小姐自己也获得邀请 成为办公室的副主席及CEO 根据明报的报道 沈云龙很开心地说自己是独具慰眼 我真是想到现在运弄券 结果是怎样呢 3月31日沈云龙就发表声明 我不是我没有 不要乱说 他的严重声明是这样的 就南华早报3月28日一篇的题目 Let alone Dubai Prince who made a splash with 500 US million dollars Family office plan in Hong Kong postponed as open at 11 hours 即是说他延迟 他开幕的 其中一段说 香港的珠宝商人 阿朗鑫 沈云龙应该 他说这是第一次见到他 但他第一次见到他就是去年的杜拜 沈亦是Founding President of Hong Kong Middle East Business Chamber 然后他邀请王子来到香港 在去年的12月 那里 这个 OK 不少YouTuber看到 五报道说沈云龙由杜拜引入了怀疑是假王子的骗局 他自己的声明就是本人对这件事表示深感遗憾 亦都去信了南华早报要求改正错误的报道 沈云龙是香港中东贸易协会創会会长 这个声明就是3月31日 2024年 他说本人不是在杜拜认识的王子 之前我方也没有邀请过王子来香港 在2023年10月15日 他是第一次来香港 由拜访香港中东经贸协会 参观了博物馆和晚餐 来之前他先在拜访财经事务局 直接由中环来到洪磡拜访本协会 当晚除了协会几位执委成员之外 亦都还邀请了两位议员和协会会会员 其中的唐空铁 中唐空铁叫Alan and Mac 麦小姐介绍给王子 因为本人知道 高价铁路的基建非常适合杜拜 但刚才说香港01踢爆了 他说这个 中唐空铁是你们为失信公司的 沈运龙先生和他介绍给中东 其实也要小心 王子对这项项目非常有浓厚的兴趣 他们如何商讨以及如何组建家族办公室的事情 我会完全没有被知会 他是中间的介绍人 介绍给杜拜王子和麦小姐 直到2月底的时候 王子在他们协会拜访杜拜期间才公布 我方完全是不知情 本人以及协会完全没有在这个事件里有私毫金钱的利益 沈运龙发了这个声明 但是经过媒体的疏离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就说事件闹到这个地步 有些记者去问阿联游驻港的领事馆 得到的回复就是 确认了阿里王子来自传统的家族 可以用油掌专称 属于现在阿联游的副总统密罕密德 阿拉马克图姆的软房亲戚 譬如以前霍英东是某个儿子 他可能说我是霍英东的儿子 其实他是亲戚无所谓 但问题是他如果戴着这个咸头都无所谓 但是我说你本身的业务的性质 因为他现在三月尾的时候他走了 然后现在是四月 然后他自己说过我五月再回来 我们现在未知道他是不是 香港政府暂时应该是没有损失的 但是可能做生意介绍的也不是什么 只是说到很大 可能给媒体五亿美金的大佬少了 媒体也尽了他的责任 觉得很开心 值得开心 但是不知道当中 有没有人全心是一个打鸡棚还是坚 因为现在未去到五月 我们没得追 这个也属于是阴谋论来的 因为就是说我们香港政府 小心点花钱 但是他现在暂时 我们应该是香港政府只是招待他 我们开了门口做生意的 香港这个自由金融中心 照开门口 你会招呼客人的 但是问题做不做得成呢 就是暂时很初步的 好了 港府的人回应了消息 说王子的銜头在护照上面 因此身份是真的 护照是否可以仿真的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乱拆 但是不要紧张 毕竟香港暂时未有损失 因为例如李家超那些 他这么忙 他那些事情可以给下面的人做 可能那些人 我不知谁 但是如果他单凭他的护照上面 有这个王子的銜头的话 可能我就觉得太草率了 你毕竟在说 会不会以后 拿了香港这个地方 做JPEG类似的事情 就很麻烦 还有他说开公司 但是有些他要拿牌的 他所说的那些 什么什么金融那些 又要拿个牌照 向政府 好了 这个也说了 他不算是假王子 不过关系也不是那么亲 即是是远房亲戚 皇室家族的远房亲戚 这个说他是否骗子 因为暂时他只不过是 和你打个招呼 接着是罵 英文叫罵 即是吹 我不知道 你拿5亿的话 你说拿5亿的话 就快走 这个交代得好像 那些人有些害怕 好了 第一件事就是 阿里皇子的确是马克陶姆家族的成员 他也已经得到阿联游駐香港领馆的证实 但应该只排除核心权力圈外的远房亲戚 即是举防亲戚 接着是民led sel的 即是如来的 等于阿里皇子之所以推迟香港 家族辦公室大概是因為他之前牛皮吹大了 可能他也是想來的 吹到五億美金 可能他打算拿五十萬 但他叫你 你搞什麼公司 原來銀行戶口只有五萬元 你想想 如果你現在傳媒體不揭穿他的遠房親戚 反正他叫你先顫著 我告訴你 比華麗珊那個姓黎的老千 你自己看 他這麼多銜頭 這麼多人 這麼多明星 完全沒有確認他的公司 十多所謂公司主席 你不懂得上網查公司究竟有什麼業務 他的生意是怎樣 Financial report 這些 完全沒有 阿里王子 之所以推遲他吹大了 可能只有五十萬 說到自己五億美金 這些遠房親戚就是差不多 很多人喜歡拉關係 港府這次 這麼高規格的接待他 大規模的宣傳 搞得太草率 其實政府暫時來說 沒有實質地損失給他 但因為太大起工 你明白嗎 因為你未檢查清楚的話 你私底下說了 你真的搞得成了 他的辦公室 怎麼說呢 他的辦公室 真是每樣東西都申請到牌 你不像JPAC 這樣 申請緊的了 這樣 你也有機會會仲指別人 以為你有份一起幫忙這些公司 宣傳 叫人去投資 那大領落 還國際醜聞 是吧 我覺得這件事 暫時還未被他騙到任何一毫子 但你這麼高調去接待他 這樣真的有少少肉酸 人家的感覺就是 你好大喜功 未必是李家超好大喜功的 或者邀請他 快點 快點 中東王子 很有錢的 快點來 可能在香港 我們這個公司邀請他的 他已經霸佔了頭版 沒了 告訴你 反正李家超也不知道 我覺得 即是可能他經貿部 接待他那些 接待他那些才出事 在那裡好大喜功 也未必是李家超 反正下面接待他那些人 一定要做得很好看 給特首看看 可能李家超也不知道 可能他下面那些拆鞋子 那些拆鞋子 真的很好笑 不排除馬克圖姆的家族 為了家族榮耀 到最後只是投資 5億美金來香港 就將這件事擺平的 這樣的 他現在可能廣大了數字 5億美金 是不是5億也很多錢 5億美金來香港 他本身說5億美金 但可能他自己講大了 只有50萬港幣 然後沒辦法了 如果他真的介紹香港的庫商給他 然後那些人給錢給他 那你就很容易落搭了 我不知道他怎樣做 只不過我趁人家報道出來 我告訴他 這是一個好的教訓 你知不知道很多電片 為何幾千萬被騙 一個明明已經退休了 天天看這些報紙 明明退休了 沒什麼積蓄 又沒什麼收入 突然間叮噹的 咕咕 有一個WhatsApp 哎呀 我覺得你好漂亮 你的樣子很善良 不如我們交個朋友 朋友你寂寞 你知道什麼事情嗎 你如果找知音的話 麻煩你來這個YouTube Smart Travel 你寂寞的話 你就找Smart Travel 聽說出水 但是這些詐騙通常都說到自己 說自己很好職業 很好職業 然後又說自己曾經被騙過 所以他現在很小心認識朋友 因為我認識一個人 他這樣給網騙 不過他一頭說到錢 經常虛寒問戀 全部都是這些的 我不是說這個 但是有些詐騙就是很關心你 建立了一個僑良之後 大家很兄弟 或者很情侶 老公老婆的稱呼 然後就告訴你 當然要給你一點錢賺 就是不貪 怎麼會給你 輸錢加欣贏錢起 當然要給你一點甜頭 通常大鑼大鼓 騙你灌茶灌水也要 好嗎? 好嗎? 他說現在的後續是怎樣呢? 我又找到 他說延期至五月離開幕 在德資的傳媒是3月29日 這個杜拜的郵長 他說穆罕默德的侄子 說阿里王子 說他是侄子 我不知道 為什麼呢? 他做得國王的話 鐵閘好像有聲音 可能他有很多遠房的親戚 有很多老婆 你不知道的話 他說ABCDFG 去到Z的妃嬪 然後他又和他生了兒子 嘩 去到這樣 他說他的兒子 他的家族辦公室 發了聲明 指出 由於杜拜一些緊急的事 是需要王子去處理的 家族辦公室是推遲到香港的開幕 對於這件事是深感遺憾的 不過家族辦公室最新已經決定 在2024年的5月下旬開幕 我告訴你 我在這段時間 我密切留意關於中東的任何事 如果他真的不怕你聰明 不怕你呆 只怕你不耐 他說5月下旬就會來香港開業 據了解 阿里王子原定在3月28日 舉人香港開設一個家族辦公室的發佈會 涉及的資金是39億港幣 但日前由於他有急事 可能市吉 或者老婆生兒子 他要回去抱兒子 有幾個老婆 可能老婆其中一個 就說 哥哥生不了兒子 哥哥生女 外父上 現在終於生兒子 我要去看著他出生 走了 引發了市場關注 根據之前的消息指 阿里王子 他會專注於阿聯酋 和亞洲之間的永續商業關係 志在和商業和社會事業之中 所有的利益相關 建立一個牢固持久關係 他的社會責任主要是 將這些業務帶到杜拜和全球市場 在去年底 阿里王子是帶隊頻繁的香港考察 最終他決定將第一個海外家族辦公室來到香港 值得一提的就是 近年香港向全球揮手 牽起了家族辦公室 在香港設立公司的熱潮 在2023年3月的時候 香港政府發佈了有關推動家族的業務 在香港發展的政策宣言 推出了八項的措施 包括引入新的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為了加辦提供稅務的放寬 寬減 提供便利市場的措施 成立香港財富全城的學院等等 為全球家族辦公室和資產擁有人 他的業務在香港奉勃發展 提供便利和配套服務 另外德勤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 截止到2023年底 香港大約有2703間單一家族辦公室 其中資產管理規模 在1億美元以上 單一家族辦理了885間 資產管理規模在5千萬美元至1億美元 單一家族辦理了682間 有數量來看 香港仍然有競爭力 那麽也有競爭力 那麽也有競爭 我現在給你們一些影片 道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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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拍過道拜的影片 也想給你們看 Dubai 即是金融中心 Dubai 咦 OMG 沒有啊 找不到啊 下次先 這個 這個 杜拜最高大廈 這個 這個 ColorFeed 我看我是不是 好像拍了這條影片 看看能不能找到 我先拍一下 OK 好 給大家看一下 我以前曾經去道拜的時候拍了 這個 OK 好 這個 我以前在Youtube去拍 這個就是道拜最高 比如在 Kalifa Tower 那次我去吃飯 還有我們 比如我老總 我是老總 那時候住的那些 我住在大約 JW Mariot 然後我出去吃飯 OK 這個 免得有版權 你看看 音樂 這個 這個 就在杜拜市中心 如果金融中心就是這樣的 不是好像 是的 這個已經是十年前拍的 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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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的 當時我在那裡吃飯 在市中心 他的金融中心是這些地方 Downtown的地方 對面那座大廈 我拍的就是Kalifa 就是全個杜拜最高 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人打過去 不過呢 有個傳言說 如果世界最高的大廈 起完呢 這個世界就有些大事發生的 就是好像以前 Penang 還是吉隆坡 那個雙子塔 是的 起完之後呢 社會會出現一些事情 有能對光明頂的 是的 遲些我有機會再說 光明會 Sorry 有能對光明會的 是的 你看看 你看看 就是你比起剛才那個所謂的辦公室 別人真是金融中心 Downtown 是這麼豪華的 怎麼會那些辦公室的地址 在那裡的 接著我們就去吃 在那個商場裡面 你看看 以前在航空公司做 就是這種便利 我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 例如兩塊水 兩百元港幣 就可以去高級餐廳 都不是高級的 不過 你在香港的話 買一倍的價錢 吃 這樣 有這些給你看 接著吃些什麼 中東東西 中東東西吃些什麼 是的 這些 炸魷魚 接著炸魷魚 一般來說 以前我不是很同 你看看多漂亮 很grand的 大哥 真的人家那些 金融中心 或者商業區 是減的 剛才那個 我真的有些 這些東西給你看 我親身親力其境 你看看 那些水柱 因為它真的很有錢 商場旁邊 商業區 就蓋了這些 吃完飯 就在這裡打卡 已經是十年前 大哥 你現在更加不用說 這些水柱 它有些音樂 每隔 不知道幾分鐘 應該半小時 就有這些 你看 幾grand 很高 是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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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東 我忘記了是否在 其中一間 當是香港金鐘的商場 這些商業就是這樣 所以 你說 剛才找到 那個 杜拜王子的辦公室 建在那些地方 然後 你說的是 五億美金 就是三十幾億港幣 你 這麼大的數目 的投資 你的公司 會放在那些地方 你不要開玩笑 對吧 沒有理由 他們接待他 連這些 人家的辦公室在哪裏 你都不檢查 難道 劉聯紅和你做生意 他的公司 會在 山卡拉 那些地方嗎 在天水圍嗎 天水圍是住宅區 對吧 沒有理由 如果 劉聯紅在那裡充當 有個假扮 我是劉聯紅的親戚 不知道是甚麼親戚 然後 原來他的寫字樓 就在天水圍 天水圍是住宅區 沒有說是 有些高高低低 只不過他不是寫字樓 通常如果他 說到他 拿三十幾億 去第二個國家投資的話 他的寫字樓 都會在這些 金融區 黃區 對吧 你看 所以 你現在 然後 我當時就吃完飯 周圍 那些 商業區 遊客區 商業區 這些地方很平凡 周圍都是 不過熱的熱到死 但是 杜拜有的好 他不是很保守 那些人都穿得 好像去西方 去美國 當然 你入廟 那些 比較傳統的入廟 就 不要穿 那些 沒有就的衣服 但一般來說 在街上 都有泳池 我見到那些人 是啊 不過我很多年前 去中東 這些地方 巴林 應該 那些雜誌 也會展示 腳 例如去買糧鞋 Close up 買糧鞋 它可以 怎麼說 它可以 它可以 找一個 黑色的紗筆 紗筆 即粗的紗筆 油了 油了 不讓你露出腳 就是幾十年前 我剛做嬰兒 進去的時候 去到中東 在酒店裡 Keyabung Vogue magazine 他模特兒的腳 露出一折腳 腳眼上一點 那些位置都不讓你 都不讓你看到 Thanks for watching thanks for watching Supresence 十年前 那時候還沒做全職 即是 來不來 那時候最喜歡去 行街 好嗎 OK 多謝 我們去下一條片 講得太久 我猜不到我講得太久 如果你想知道 詳盡的 關於這方面的資訊 我大把 我們去下一條片 Oh my god 講一下皇后 中東的皇后 如果你想嫁入 嫁個有錢人的話 那你看看那些皇室的女人 是怎樣處事的 OK 第二個 我又講一下另一個皇妃 你知道我 我講另一個皇妃 給多些中東的東西 因為她五月來 是吧 OK 這個 這個 我早前 皇室榮耀 OK 我們看看 作為半君如半虎 究竟 有些人 平民 我航空公司 當然也有些女生 平民地嫁進去皇室 不過我忘了 好像是 我忘了是哪個皇室 因為現在全球都有二十多個皇室的家族 在不同的國家 我稍後講這一位 就是中東皇后 卡塔爾王妃 她就由監等的女 變成皇后 如果你是 你的子女 或者你的女 想嫁入豪門 嫁有錢人 我們看看她的遭遇 如何逆轉人生 我覺得這頗有趣 和大家分享 看看當中女人的智慧 如何面具生活的逆境 究竟她如何由監等女 變成皇后 好 待會見 再見 記得進來幫我分享 留言點讚和訂閱 多謝